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回到高達老母 歡迎回到Gundam 老母 開玩笑 這個情境戰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應該打完了吧 就不是那麼難的 剛巧我又用這部四面魔蟹 四面魔蟹 雙面魔蟹 順便可以說一下這個MAP 支援機 究竟是怎麼搞的 這個情境戰都挺過癮的 不能選擇自己想用的機 輪到哪部出來你就用哪部 所以不用計分 不需要介意贏還是輸 相當好 不錯 反正打分都打得很頹廢 那好啦 智戶這邊只有一部支援機 其他全部都特擊機 好可愛的這個組合 但是對面就反過來 就有兩部支援機 每部機的COS都有點不同 我這部雙面魔蟹 真的移動不太好 所以只能夠去到某個地方 待機 再找機會射敵人 亦都很靠我的同伴 會不會出來援護 當然他本身的攻擊力很厲害 那 說回來 這個MAP 如果大家平時打分 就很少用 基本上在這個MAP 都看不到這個支援機 因為其實這個MAP 都算是一個勢場 你可以 你可以 叫做 攻擊 做到 做到Sniper 或者做到支援的地方 其實不是太多 那就好像 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為例 那真的 你也打不到人 因為這個角度射上去 是 只有一個小竿 你是完全射不到敵人 不經不覺 我已經沒有了 用了一分半鐘 差不多兩分鐘的時間 就是坐在這裏 敵人又見不到我 我又見不到敵人 所以是 就是 只能搞的 是射到這樣一下 但是 不是很夠的 所以呢 補了兩槍 所以我就要移動回位置 那 那 我覺得 這個地方 和隔壁在橋頭的位置 是不錯的 不過我整個遊戲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這裏 那 這部四面魔俠 都 順帶一提 他 武器 基本上是用兩個 格鬥 就 有人過來才算 那 而這個主武器 過熱率 都 挺久的 所以 其實你要好好地 控制那個 叫做 發射的時間 如果你用 儲力 OK 是不錯的 但其實最好 是 逐下 逐下 慢慢射 那 時間關係 因為敵人 捐在哪裏 還未出來 那我就 會儲一下炮 那 主炮 又儲一下 但是主炮發射了一下之後 他的消耗量會大很多 那 你很難會做到連續再射 好啦 那 因為這樣連續射兩下 如果主炮 就會 又要等十幾二十秒 那 所以呢 我就不太建議主炮 來做草 草 就留下這個 米加粒子炮 那 現在就拗手指 他又沒有飛彈又沒有成就 就是那兩個炮 那 好像這個炮 剛剛我說過 慢慢逐下逐下射 你是長射長有的 我是專門打剩他 少少能力 然後 等人仔上機 那時候 才順手殺人仔 那 所以大家 自己去判斷 你可以打八部機 他 會不會 我覺得他不會 距離那麼遠 然後 就 飛過來 去放炸彈 也不會 另外 看開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用開特擊機的 因為我就是不太喜歡 支援機 這樣 站在那兒 射射射射射 我覺得 悶 還有 如果有個敵人 在後面走過來 我是完全看不到的 唉 差一點 這部機 血量又多 如果你蹲了之後 那 除了對面的 太空坦克 和雷射大炮 會打擊你之外 其他 其他都影響不到你的 你就照被人射 和照射人 所以 都是 相當不錯的 好了 現在就示範一下 逐一遍 逐一遍 慢慢射 你 那個 overheat 是不會出現的 而 同時間 做到一個非常之不俗的 輸出傷害 剛剛 我不是多手 儲了東西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才可以一下子 搞定 這部 都應該可以 搞定 太空坦坦 這個情境戰 我覺得最慘 就是太空坦坦 真的攻擊力很強 但是他可以攻擊的地方 不是太多 都 真是慘 真的有點悶 我自己看了 都覺得悶 好了 這裏呢 我就 又是這樣 這裏呢 又是射一下機地 看看能不能射爆他 不過都有排 對面的戰力是有少少弱的 不過都沒辦法了 都是要等 好 這裏呢 我覺得值得留意的 這個 雷射大法 這個太空坦坦坦 真的有些豬隊友 射到自己的木盤那裏 然後 給一個機會 我可以 出大野 一辣 穿兩隻 還是三隻 就是這樣 趁爆了機 我都可以順便說一下 這個地圖 我覺得 Sniper 或者支援機 可以站在哪個地方 那 在兩邊的基地上 都可以站 但是 可以射的位置 是很狹窄 但是 因為 熔岩的高度 的關係 其實最好 趴下來射 所以 就只是太空坦克 不是 只是雷射大炮 會比較方便 而太空坦克 或者這些 雙面魔蟹 這些 就可以走到 每一個基地前面的橋頭位 那裏是第一個 所謂第一個防線 那裏可以站 如果你要攻擊 就像我這樣 走在這個對著別人的基地的地方 還有一個是去別人的基地的橋頭位 當然 它還有兩個高台的位置 但是我 就不太喜歡用 因為那個地方被人打爆了 你跌了在地上 然後 就不斷被人插 不斷被人插 不斷被人插 真的很不過癮 另外 也有些人會選擇 在那個 中間 柱 那條 拱橋 差不多的地方 不過那個地方 打的範圍也是有限 不能夠在這個 情景 戰那裏 發揮什麼作用 好 又出來的時候 只剩下1分鐘左右 基本上是大局已定 那就做回做些事 站在這裏 一見到 敵人 就 咪下去 這隻彈鋼炭都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那我現在就轉這個位置 那個 角度 更加可以將敵人集中的攻擊 如果你有掃到可以貫通的 擊放砲 的話 來到這個時候 都沒有什麼好做 贏是贏,但贏得不太多,比我预期中是少的,但不要紧了 到最后10秒,保住他的命,不断做一些输出,那就完了 咦,还可以收多个头 好,大家喜欢用这个支援机的朋友,不知怎样看,喜不喜欢玩这个情景战 还有大家在情景战用支援机,是不是每一部都有些心得呢? 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谈谈一下,究竟哪个位置最適合射 好了,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多谢各位收看,记住like,comment和subscribe 另外我还有两条影片,是不同机体的,有空可以看看 好,就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